正如前一篇读者文章中提到的,范冰冰的微博已经有近三个月没有更新了,基本上也没有出现,甚至16日的生日庆祝提醒也早就被删除了,而她的未婚夫李晨一大早就五次在线河里线,什么也没说,这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在隐瞒什么。 就在最近,网民们发现,16日,范冰冰的粉丝发送了两条微博来清楚粉丝的生日,而一直处于无人状态的工作室却突然称赞了两条微博,其中之一是分享蔡依林的我,并且下范冰冰人已经投射了太多欲望和谣言。 然而,我们理解她,理解她,也知道她已经失去了光彩,失去了红唇和高跟鞋,爱过,遭受过,错过过,憎恨过,放下和容忍过她。 最后,我们可以带着一颗感恩的心,嘲笑这个复杂的世界和不同的声音,应该猜到,这是否是范冰冰的事实。 据媒体报道,范冰冰的调查已经结束,目前正在家中休息,由于官方警告,她不允许向外界拔布任何消息,所以她会如此安静。 现在她正在等待最终的调查结果,现在说是否返回海外时过早,但可以肯定的是,范冰冰现在是安全的。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